我們下面是請林經利理事長 是雲林縣老人獨立大部協會的理事長 她昨天在論壇也來到論壇別運的方面 今天她要講的是 以社區為主體的全範圍草稿體系 各位長官好 各位夥伴 高先生們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剛剛趕快換了一個律師 因為昨天剛好就開了長照推動小組 我們看到了熱身體的這個2.0版 其中裡面有很多 這關於這個社區的整個照顧 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所以我剛剛在路上 在高鐵上面就趕快 沒有時間重新製作 所以我就要照相 然後把它放到PPT邊去 跟各位來對你們分享 事實上剛剛這個 這個陳醫師在提到的整個高鐵照顧的時候 其實這陣子是我們第一線照顧省最大的痛苦 好 我們前一陣子 我們這兩三集在台灣推動自立資源照顧 然後所以也有一點小小的成果 就前一陣子 那個媒體報導出來之後 這個 我們才知道原來大家這麼關心這些事情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個 我們在端午節前被報導出來 結果在端午節隔一天的時候 這晚上快11點 有一對夫妻倆就跑去我們的機構敲門 然後他連夜把他媽媽從這個醫院 載到我們的鄰居 他說一定要送到我們的鄰居 我說還不行 我還要再評估還要再做 他說那不然他們就先到 去租一個旅館去住起來 另外他媽媽就是 在另外一個機構就是被約束照顧 他看的時候他就很受不了 他以後很多人送過去之後會想說 我們是不是還申請了三天或一個禮拜就可以站起來 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說 其實這個後端的這個照顧 事實上對我們所有的家屬是一個這麼一切的安貌 而對照顧者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我們最近暫時停止說新案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兩個禮拜前進來一個新的個案 這個個案 它是一個重複失症的個案 我們只能用兩個禮拜的時間 幾乎是一對一的讓他故意自降 上禮拜我去看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跟我們打招呼了 但是過程中完全都沒有標 所以我們相信說 事實上只要對著服務模式跟氣氛 其實失失症的長者他的VPSD 是可以在一個好團團的環境之下獲得股定 那你就可以找到對應他的照顧方式 這是我們最近的經驗 因為這個我們都知道長照一定要做 可是在做長照要推動的時候 有幾個東西一定要被注意到 就是第一個 我們的勞動人士不斷的在下榜 所以我們沒有新的模式是不行的 那現在我們台灣還是以外勞維取 可是開始外勞越有越少 東西的成績之後 其實這個東西的職缺是勝過中國的職缺 所以我想印尼已經開始不進來 其他國家以外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課題的時候 我今天講的課裡面其實有人面提 第一個是人越來越少 然後企業也越來越少 我們做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事情一定不是一個上期 它是一個危機 所以昨天在開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對整2.0版 其實我們都還算是報紙肯定 對其他有一個 我們就有一個主題 我們就不太難 就是人力的這個培訓出來 還是用傳統的觀念 在看長照能力的時候 還是不斷說 我要開課程 要鼓勵孩子進來 要給他新思高 他就會進來 其實那都是不對的 我們的服務的模式 如果沒有總情改變 我們的服務價值 如果沒有重新確認 這些也是寄不來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雖然社區照顧是現在的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可是我們也知道整合很重要 整合問題就是希望說 可以達到提升制度的一個降低負擔 所以我們在談全方位的時候 一定有掉幾個內涵 一定要必須要去看 這個不同專業之間的整合 它大會的整合變成是什麼 一定不是只是一個case study 一個個案也很好 也不是只是很多人共同來做一些事情 在社區照顧裡面 它在長照裡面的跨專業只能到後來是 執行官 如何複雜的事情 不同的專業融合放到最低限的 照顧服務也去執行 那這樣子在長照裡面的 降低這個失能 然後提升這個 它獨立自理能力才有機會 我們現在遇到的整個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都在做 譬如說我們最近 PT界一直在問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怎麼去做事 你們怎麼樣讓長者重新站起來 我說我們讓長者重新站起來很簡單 我們就是每天扶著他從床跟椅上 扶著他站起來 每天做事 每天做事 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是一位站起來 他說那不是物理治療嗎 我說不是 這怎麼是物理治療 這是協助導人家站起來的一個工作 可是過程中 一定需要物理治療時的評估跟指導 可是執行是誰 是不是物理治療師 不是 是照顧服務員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跨專業指導到後來 那個執行一定必須在最低層的 第一線的照顧服務員 如果不是由他們來執行的話 那整個KF連到後來都會大打折扣 所以我看過很多很漂亮的KF人 然後可是長者還是不斷在退化 那些KF都做得很好 然後所有私自備的專業都進去了 可是當他們走的時候 長者還是睡到床上去 還是住在樓宇上面 翻譯還是可以 越述和綁起來 那這樣是 跨專業指導的成交就會出問題 所以這裡面其實 不只是這個專家 還包括民眾事件都必須 誰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談PACE制度 我們昨天到今天 看了很多的PACE制度 那我用一個角度來看PACE 我用這個角度 PACE它是做醫療跟非醫療的整理 然後日照 我用這個角度來看PACE 我們從財務法委員 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PACE它一個很成功的觀點是什麼 雖然是它是一個 從醫療保險出發的一個服務 就是它主要最大的服務內容 事實上是生活照顧 它是透過生活照顧 來support整個醫療 不只是它的效應 甚至降臨它的成分 但PACE這件事情可以成功 所以台灣在推DRG的時候 也有很大的風險 就是後段如果沒有照顧 那DRG的風險會非常高 財務風險跟道理的風險可能都會很高 可是相同的PACE另外一個成功 可以讓照顧起來 就是因為有醫療有進來 醫療跟照顧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成分 這是他們的成效 我就不再贅述了 好 那我們在談PACE是什麼 PACE可以是我們 台灣現在的一項正義日照 或者是說在昨天所推出的 叫做的複合型日照 或是綜合型日照 只要把醫療服務整到裡面去的時候 那整個它就會提升了 那我知道 台灣的長照界或社福界一直很擔心 這個照顧跟醫療之間的整病的這個事情 大家有一點限定 因為上面一個天寫一直報復出來 但是我也一直在跟我長照界的朋友說 要整個進來最棒的 最沒有天寫的就是在日照 因為在日照裡面 如果居家醫療可以進來 甚至居家附近都可以到製照師 它的持效率會很高 它不必一個一個到家裡面去 那一次來就可以看三十個掌陣 那一次居家附近就可以做三十個掌陣 我想不管是對任何一方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效率 那這樣起來就是台灣版的配置轉型 我們現在都已經不用再電話多花一毛錢 就可以整合進來了 再來我另外一個要提的是 這個英國的HUK HUK它一個特殊的概念是什麼 它配置是很高度專業化的屏幕 那HUK剛好不一樣 它是一個以社區志工為主 為主導的專業屏幕 它能做什麼事情呢 它由社區志工來協助使用者 跟他的教授 來跟專業者之間去做對話 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狀況 就是說 當我需要服務的時候 我希望我留在家裡面 可是當我去找的專業單位 很多的專業服務提供者 他很容易再讓他自己的本位去思考 說你應該使用什麼服務 或是怎樣對你會比較好 他不太容易跳出他自己的借鑒來看待說 對你來講怎麼樣你整個性造物會比較好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展了這個社區的獨立工作者 他們怎麼做呢 當一個他們先在社區裡面訓練所謂的獨立工作者 當一個個案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先由這個社區的獨立工作者去跟這個家屬談 談怎樣對你是比較好的 然後會引定一個共同的照顧計畫 包括了自我照顧 同彩的知識 網路等等 當他們談了一定的共識的時候 他們在一起去跟專業服務單位談 談 那這樣子這個長者希望繼續留在社區照顧 那他應該要什麼樣的服務 對他來講會是比較好的 當談完的時候 這個會建立一個照顧計畫 那這個社區獨立工作者跟專家 在一起替他擬定一個社區的地方指示 因為他們發現 當一個人進入了私人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們宣導做人再多 教育做人再好 當我現在我如果沒有照顧需求 我不會去注意到男朋友照顧資源 我也不會去注意到我的照顧資訊 通常人是因為生病之後才知道要養生 我不會在健康狀態 我就很注意我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我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一定要有這樣子一個對象 來協助這些家裡面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也很成功的達到 不僅是降低的專業工作者都很 他也讓這個民眾 在社區裡面 因為有一個同才知識團體的關係 社區力量進來了 所以他就可以繼續在社區裡面獲得好的服務 他是由社區職工為主導的 這支援網路的建構 跟配食杠完全一樣 所以他達到很大的成效 那HUK的模式其實在台灣也有 就是台灣的社區公園具體 的升級版 你把Apple Edge的就好 如果我們可以讓我們台灣的社區公園具體裡面的領袖人物 他們都具有這樣子的一個諮詢 或是協商的溝通能力的時候 我想我們台灣兩千多個 社區公園具體的升級 這是很壞的 所以台灣這個東西一切也不需要再多花什麼錢 應該就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成效 所以以社區為主體的照顧核心 它有很重要的概念 它不是一個服務電量關係 它是一個平行互助的關係 照顧跟這個醫療它是平行的 它是一個整體負擔的關係來看 整體負擔它會下降 通常是醫療費用下降 可是照顧費用會增加 可是整體費用下降的時候 不僅不是說剩下的錢我們就可以不用再花了 要把這個錢再去投資到照顧上面 讓整個體系可以變得更好 因為未來的需求視率會更大 再來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支付制度必須要改變 我們現在很多的問題 從健保一直到照顧 很多的困境 很多的創情出貨 都會來自於我們的支付制度 譬如說我們現在以居家服務 現在是以死記仇 這個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造成低性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這個事情是一定要改變的 困難跟挑戰 當然就是有牽涉到很多的角色跟認知 我們必須要突破 那我自己是照顧界 所以我對照顧界的期待是 長照界必須重新確定我們自己的照顧價值跟技術層次 但是很多長照界的朋友 對長照自己的在自己是在 他就是一個拔絲保養的工作人 所以前一天 我在跟我們的內部的同事 在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有點傷心 然後我也有點覺得不曉得怎麼辦 我說居家服務 如果沒有辦法提升到 能夠讓長者可以降低負擔能力可以提升的話 那居家服務它衝擊量只是一個不太賺錢甚至配錢的行業而已 因為首先現在大概已經陷入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在現在的一個架構之下 我們期盼政府的制度改變 可是另外的就是我們在服務提供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價值必須要很清楚的確認出來 那這個技術我們必須要提升 後來長照永遠就是一個很多專業之後的最末端的那個 花再多存在做最末端的那一個 看起來不太專業的法師幫忙工作 其實它的意義跟價值就不大了 好 這是日本他們在決定這幾年 在推的在財醫療跟照顧的成分 好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快速講一下 他們每一個四孫町都有一個在財醫療的體系 聯繫體系 來捨破的這個 可能他也在這裏上去做運作 他們也是多個下運作 然後可是呢 在日本也是一樣 他們的制度沒有改變 他們只是建構起來一個服務的一個體系 那他們自己要去整合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要去在現況 制度沒有辦法改變的情況之下 達到他自己的服務可以整合 所以他們就發展了很多的模式 這個我為什麼會特別提這個模式 就是因為 雖然我們現在的制度還沒有整合 制度還沒有改變 可是事實上 在這個限制之下 我們也可以做一點小改變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日本的浮公英診所 他們的模式 他們收案大部分的案件來自己介護保險 從介護保險來的個案 會進入到他們的診所 事實上他的模式很有意思 他是一個在財醫療的診所 可是他沒有看門診 他就是全部都是到財區 然後他們的支援服務中心 他們會出去訪釋 瞭解需求之後 第一個優先提供的服務 所設計出來的 就是社區照顧 包含居家 日照 然後到載的醫療 跟到載的要求 後面一定要有一個 這個住宿型機構 還有一定要有過癮醫院 然後在這過程中 所有的服務model出現的時候 那錢他該向誰拿 該跟肌肉保險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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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自己整了 一個個案進到我的 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個案就不用擔心 我全部都替你處理好了 然後自己這費用蓋到 那邊他就在各自去做情侶 那這個模式在日本中 在去年也獲得認可的 這一個模式 這個是也是一樣 這其免我們的業界 我們自己可以來思考看看 自己整個一個模式出來之後 有機會給政府來做一個借金 好 那這是我們當時 對新政府所提的三個 社區照顧的圖形 其中最關鍵的這個地方 當時我們叫微型的日照 統治 希望在每一個巷洞事件 都有一個小日照 讓大家出門就停留一個日照 好 這個概念 還有在前面前段 一個叫做綜合型的 就是一個區域裡面 有一個主要的center 它來補導下面的社區照顧的推動 最後在巷洞裡面有一個小日照 當時這是我們對我們台灣政府所提出的概念 好 那現在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 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有回應我們了 這個是最新的長照市場2.0版的東西 其中有幾個都出現了 第一個 這個交通接種 是成為未來的社區照顧的一個主要的核心 再來呢 社區型的指格服務中心 複合型中心 變相當 相當廠照站 相當廠照站 在這裡出現了 然後往前延伸起來這個地方 整個預防保健 降低性能 會引起來這邊 好了 那它在這個整個社區的整個服務中心 有很大的關鍵 就是這部車 未來呢 每一個社區 會有一個社區的整個服務中心 為了要讓這個民眾可以方便使用服務 所以這部車會在這個社區裡面去做巡迴 今天需要什麼就馬上載到什麼這樣 今天需要什麼就馬上載到什麼地方 我相信這個ID應該是從美國PACE裡面所得到的ID 因為PACE中心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那個Driver 所以有一部車在社區裡面巡迴 載著老人家 今天隨時我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Smart的一個觀點 再來 在服務提供的過程中 除了照顧體系的服務之外 又下到另外一個體系 叫生活職業 這件事情在這個地方 在長照時間2008已經被重置起來裡面了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長者 當然需要被照顧的時候才需要進來 在生活自由的階段 他們也進來了 好 那我們剛剛在講的 那它整個社區照顧體系的概念是什麼 有AEC的概念 在一個社區裡面 會有一個整合型的服務中心 這服務中心會是一個比較大的 它可能包括對整個社區整體的照顧管理 然後再接下來 會到下一級 這叫所謂的複合型的日間服務中心 它可能就運用 鄉鎮市公所的社會福利團 或聚焦福利所 它可能就是一個專業服務提供的 第三個就是相動 所以讓人出門就可以了 事實上昨天開會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提到說 那是三者之間的分工是什麼 這三者之間的分工 有一個很關鍵性的因素 就是這個 這個A級的社區職業服務中心 它必須要有能力去輔導 不設置B跟C 再來呢 還有一個關鍵線 也就是 我不曉得政府現在會畫社 有沒有放進去一個思考 就是在費用的支付上面 它必須是一個整個支付的概念 必須跳錯現在以案 或是以項目基礎 如果你現在還是以案 或以項目基礎的話 會變成是大家 A B C 三級 大家各自在搶各樣的理 所以必須要放在一個區域內的整個概念 比如說舉例 在平均線的胡偉鎮 它就是一個大區域 它就是要設A B C 那我給這個地方的支付 就是這筆錢 是多少錢 然後呢 在這三者之間 互相去合作 讓長者可以得到照顧 而不是彼此之間去搶這筆錢 那待會來成效一定會變得不好 好 那跟醫療的整合 這邊也出現了 跟照顧的 跟生活資源的整合 所以在這個地方 照顧跟醫療跟支援整合 我相信也獲得一個部分出現了 然後呢 規劃的點 在A級 這邊規劃要469處 應該就是至少一項證一個地方 所以一項一製造 得到一項一製造 一項update向上延伸 然後再來呢 這個複多型的服務重機 規劃的829處 這個應該就是以中學區為主 去做設置的 數量一個差不多 最後一個就是 向上延伸 向上延伸是什麼 這個 這個數量就是社群光源據點的數量 我們會希望社群光源據點 在這個地方升級版 變得是向上延伸的長照戰 我想剛剛就是會把前面 我們鋼鐵配置的優點 HQQ的優點 都把它放到未來的長照 10.2.0版 在這項上 我相信我們的政府團隊 看起來是真的是相當認真 在這裡也有提到的示範模式 希望在今年開始 北中南東有發展的示範模式 我們也希望這示範模式 真的開展的時候 為台灣可以找到一些模特兒出來 包括說 由A去找B跟C 或是直接B跟C去做發展 我想這個比較清楚的資料 應該 在我們這個情資訊應該會把它公開出來 不過我們至少看到日照的分級設置 社區照顧的分級設置 在整個長照體積發展裡面就出現了 好 再也最關鍵的東西就是支付制度 開始有包括支付制度的設計出現了 還有包括整個加藏政府 這是在過去1.0版裡面最大的不一樣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政府應該有引用的 過去大家的倡導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一些事情就是說 很多事情 雖然不用等制度全部都改變了 我們在來做這個事情 民間的努力 有一些模式出現 很容易就會被政府看到 當我們開始有些新的服務模式出現的時候 或許就是足以去改變 我們目前台灣長期照顧的一些問題的可能性 我們做也就會有改變的機會 好 那我就先簡單分享到這個現代 謝謝